这个男孩哭着央球教练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报名参加长跑比赛 他发誓一定能赢得冠军 这个男孩叫阿里 他其实早就知道长跑比赛的事 可连一双完好的鞋都没有的他 哪里会有勇气去报名呢 但当他看到比赛奖励后 他决定补一把 可他早已经错过了报名和选拔的时间 教练自然不会同意 不想失去这个难得机会的阿里 只能哭着一遍一遍的央球的教练 也许是被眼前孩子的执着打动 教练决定破一下力 给他一次单独选拔的机会 阿里也没有辜负这次难得的机会 直接用实力征服了教练 就这样 两天后阿里出现在了比赛场上 可来到现场的阿里 看着其他身材高大 装备精良的选手时 心里又开始有了些自卑 可机会就在眼前 他没有退路 他只能默默地系了自己的鞋带 祈祷这双破鞋 别出什么意外 随着一声枪响 五公里的越野比赛开始了 刚开始 阿里仗着平时的积累 从大部队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领头者 一切看似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可随后进入后半层 阿里的体能出现了问题 他不断地被身后的选手超越 他尝试着发力 可连呼吸都困难了他 根本已经无法控制住发软的双腿 他的大脑已经开始进入了无氧阶段 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往日的画面 那是他和妹妹换鞋上学的日子 想着妹妹因为穿着他的破球鞋而自卑 又看着妹妹为了准时给他送鞋 跑掉了鞋 默默哭泣的画面时 他心中的信念又回来了 他死死地咬着牙 往前猛冲 他不能输 他要赢 因为这不是为了他自己比赛 而是为了妹妹在战斗 就这样 他超过了一个又一个选手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前面还有几个对手 他只知道用尽全力地跑 不留遗憾地跑 忽然 他一抬眼 发现前面没人了 他现在是第一名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开始疯狂地回头 看其他的选手 还故意地放慢脚步 等后面的选手 就这样 一个超过了他 另一个又超过了他 他不再故意保持住第三的位置 可就在这时 后面的选手急眼 推了他一把 摔在地上的阿里 直接掉出了鞋 从地上爬起来的阿里 眼看着终点就在眼前 他顾不着疼痛 闭着眼睛 奋力地向前冲去 对着 在过心的一瞬间 超了上去 欢心的教练一把抱起了倒在地上的阿里 睁开双眼的他 第一时间询问教练 自己是不是第三名 可当教练告诉他是冠军时 他失望了 他知道他失败了 颁奖时手握奖杯的阿里哭了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冠军激动的泪水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是 阿里根本不需要这个奖杯 他只想为妹妹赢得一双鞋 那是第三名才有的奖品 影片的最后 当看到阿里回到家中 默默地脱掉已经跑烂的球鞋 把满是水泡的脚 放入清澈的水中 一群美丽的鱼 围过来的画面时 让我不禁想起 反复如同我们的生活 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一个一个的梦想 就像这双跑烂的鞋子 早已经失去最初的模样 而被现实磨平的棱角 就像那双涨满水泡的脚 不管曾经 普通过多少的梦想 不管现实如何打磨 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你的人生 就一定是最美的风景 好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小猪看电影 下次再见